今天我們會帶大家來了解Curve的生態 然後它的Bribe War現在進展到哪裡 Curve算是從2020年DeFi Summer 到現在唯一還算是表現不錯的一個項目 它現在在DeFi上面的鎖倉量 是排名在第三名 最酷的區塊鏈資訊 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來了解Curve的生態 然後它的Bribe War現在進展到哪裡 在開始之前話題 加密物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如果長期有追蹤我們的直播的話 就會知道我們從兩年前就在介紹Curve Curve算是從2020年DeFi Summer到現在 唯一還算是表現不錯的一個項目 它現在在DeFi上面的鎖倉量 是排名在第三名 以交易所來講是第一名 鎖倉量是36億9千萬美金 那跟Uniswap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Curve基本上只鎖籃籌資產 就是大部分都是穩定幣 然後封裝的以太幣 跟封裝的比特幣 那我們今天會先講一下它的生態 還有我們近期做了Curve的貼圖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貼圖 這貼圖我們這邊會做一個活動 所以你如果想要獲得到一些CRV獎勵的話 歡迎幫我們把貼文給分享出去 然後tag幾個朋友 然後把你的想法寫上去 比如說你想要看到什麼樣的Curve相關的圖在這邊 然後如果我們採納的話 就會送你隨機的CRV代幣 好 再來是Curve的生態 這個生態圖其實還有很多地方要更新 然後有些字也要重改 很多這些東西我都會放在Curve.wiki這裡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都可以到Curve.wiki這邊來看生態項目 這邊看得出來就有9個 但其實還有很多是我們沒有更新上去的 對 那Curve它其實在Defense上面也很特別 就是它堆疊了很多產品 包括平常你在Curve上面提供流動性 你就會再來到Convex來增加你的年化率 然後如果你有賺到CVX 你可以再把它鎖起來變VLCVX 然後再來到Voltium這邊投票 那現在Convex是最早的Liquid CRV 也就是流動性CRV 因為CRV鎖起來會變成一種東西叫VCRV 然後你在鎖倉期間是不能使用的 只能拿來進行投票 那Convex的CVX CRV是沒有投票的權利 所以它們獲得到的年化 其實相對的就沒有這麼高 我們其實來到Convex的官網來看的話 現在CVX CRV的年化大概是25.77 單壓的話大概在14.91 而且它這邊只有給CVX獎勵 CVX CRV跟3CRV 它並沒有給你這個賄賂獎勵 但其實賄賂獎勵是非常高的 我們從Lock CVX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賄賂獎勵高達29.84 它其實年化大概可以在40%左右 因為它是浮動的 然後我們如果從Lama Air Force來看的話 它在過去的投票 每個Round其實金額都蠻高的 就是上一期大概174萬美金 然後上上期大概也有171萬美金 在LUNA那時期的時候 設置於 這個LUNA已經結束了 這569萬 在更早期的設置於 可以來到1600多萬美金 所以它年化在賄賂市場上是很大的 但是這個並沒有獎勵到CRV持有者 所以後面就出現幾個競品 第一個是Stakedown Stakedown也是擁有Curve白名單的 所以他們也做了自己的版本的Liquid CRV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點CRV的Logo 點進去後它就會有一大堆教學 那我們先skip掉 反正他會跟你講說如何去用 然後這樣帶你跑 但是其實我們就skip掉好了 因為我已經很會用這個 但是如果不懂的話 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幾個重點 就是你在這邊鎖CRV 它會變成SDCRV 然後它的年化大約是40多% 這裡面其中3CRV是2.76 這邊跟這裡就蠻類似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高一點9點多一點 但3CRV是3.52 這就是交易獎勵的部分 然後另外它給一點點SDT 其實這SDT深度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低 我根本不用去看它 因為它的代幣跟CVX差很多 然後但是它重點是在賄賄這個Bribery的部分 它Bribery可以高達43.37%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Lock CVX會獲得到的賄賄獎勵 可是因為你鎖CRV卻沒有 所以現在新的兩種產品出來 就是Wirearn跟Stakedile推出的 都是你鎖CRV可以獲得到的賄賄獎勵 基本上它會幫你做賄賄這些事情 然後你可以delegate它 你也可以自己去賄賄就在這下面 然後它的賄賂的部分還有很多種 就是用戶可以去提供者 可以去決定說你想要賄賂哪些池子 然後持有這些SD CRV的人 則去可以選擇這些池 然後它還有流動性提供 就是因為它現在裡面數了 大概有2370萬克的CRV 但是它的流動池就是SD CRV換成CRV就182萬 所以這邊也要自己去平衡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賣出來的話 你是不可能 如果超過這個量的話 你是沒辦法全拿出來的 所以要算一下權衡就是說 如果你想拿回CRV在流動性池上的深度 如果是convex的話會好一點 它大概有3500萬美金 所以大概是它的30倍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現在比較流行的就是WideBribes WideBribes也一樣它是有賄賂平台 最主要的賄賂方是這個Abracadabra MIM 然後它現在給的年化大概是40%左右 然後它這個池子更小 它這個池子就50萬 但是它的Liquid池就是單壓池 壓了大概有 我看一下 大概有1000萬美金等值的 就2000萬克的CRV 然後這個池子一樣 它會把你的這些YCRV 就是VECRV拿去做投票 然後它會把這些獎勵分給你 然後這是它過去幫忙賺的營收 就是從11月開始到現在 營收大概是57萬美金左右 靠這些的投票的權利 創造的年化大概是59.21% 但這有點高估 就是我大概可以把它算在三四十左右 因為它這年化也是浮動的 然後它跟SDT不一樣的是 因為WiFi它本身已經不給WiFi獎勵了 所以你是沒有WiFi獎勵可以拿的 但是SDT是有的 SDT的深度就非常 就像我剛剛講它非常低 所以根本是不用看的 所以這兩家基本上都是靠賄賂去給獎勵的 一個是已經給不了幣了 一個是幣沒有價值 但是他們的賄賂獎勵都很高 那這是蠻奇特的一點 因為你如果去 有一個網頁 中有突然找不到 我放到哪裡去了 這裡 你到Curveboard這個頁面來看的話 這邊會告訴你就是說 現在的VCRV的分佈在哪裡 你會發現現在Topholder就擁有 兩億八千五百萬美金等值的 兩千八百五十萬克 兩億八千五百萬克的 VCRV的投票權是Convac 所以Convac擁有大概50%的投票權 再來第二大是WiEarn 擁有大概7.8% 記得擁有VCRV就可以決定 CRV的通膨的走向 就是每天發出來的CRV的走向 所以說這個投票權是很大的 然後StakeDAO大概有4.18%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控制權大概是在這三家左右 然後其他這些大概是 有幾個大都是創始人了 然後所以基本上這兩家 就是完全不發代幣的情況下 都會有人去裡面提供流動性 所以他們創造出一個很特別的情形 就是說未來我們在看像是DEX方面 比如說Uniswap越來越少人會想要在上面提供流動性 因為你在Uniswap上提供流動性 你是挖不到獎勵的 除非是項目方給獎勵 但Uniswap本身不會給獎勵 但是在Curve上面提供流動性 你是可以獲得到Curve代幣 加項目方給的代幣 加交易手續費 所以說這邊的優因就會更大 我們可能會看到越來越多人在 賄賂的市場上面 就是給予獎勵 從我們之前看Frax 每兩週給600多萬美金 USD給426萬美金 就知道說 賄賂上其實很大 尤其是當這個CRV USD出來 或是其他基於Curve生態所發行的 穩定幣到Curve生態上面的Compounder 這其中還有我們上次看到的 像Concentrator、Clever 後面出現的Lama Air Force Union、Focus 這些新型的產品包括Pyrex 都是在Curve上面堆疊出來的東西 然後從堆疊在Convex上面 到更上層 所以說 它的DeFi的樂高 是堆的算是最完整的一種形式 所以我蠻建議大家可以花時間去看 好 這就是這一集10分鐘 快速介紹一下Curve生態的部分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用過哪一個Curve 相關的產品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好 最後我要請大家加密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tay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後我們今天講的比較快 包括沒有教導大家 如何用YBribe 沒有教導大家如何用YEARN的YCRV 或者之前早期的Boost CRV 還有像是StakeDell 所以我們後續會再專門為他們拍 專屬的介紹節目 OK 那我們下一集見 Bye Bye 然後如果你今天在YouTube上看的話 請幫我訂閱 然後把小鈴鐺點開 你就不會錯過 下一集 謝謝GearCourt Trends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直播 你有學到新的東西 也幫我把影片給分享出去 Trends現在的每日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每週五 都會講最新的區塊鏈的新聞 然後各種的加密貨幣 跟去中心化金融的DeFi 我們明天見 Bye Bye